提醒您 因为季节交换的关系 很多小朋友容易感冒 而如果小孩感冒引发高烧 又一直出现抓耳朵的动作 有可能是并发了中耳炎 而且根据统计 四岁前因幼儿罹患中耳炎的比例 竟然是高达八成 拿起耳镜仔细观察 医视这一个小小动作 可是医治幼儿中耳炎的重要关键 吸气来 吸气 好 有五岁小男童一觉睡醒 耳朵竟然流出了鲜血汗浓液 中耳炎感染严重 诊疗过后还是无法恢复听力 医师也分析 因为因幼儿童的耳炎管角度较频 鼻翼容易逆流到耳部 造成中耳疾疫 若是遭到肺炎链球菌 视血性感菌或是卡达菌感染 就会造成中耳炎 而根据统计病例 平均每年新增一成 在四岁前的幼儿 患率更是高达八成 严重甚至会听力受损 我的大女儿就是那个 结果中耳炎有动过手术 然后里面的笼 好像是把它抽出来这样子 引起中耳炎的细菌的 主要就是肺炎逆球菌 视血性感菌 还有卡达菌这些东西 事实上是大部分 你如果用对抗生素的话 大部分都会好 医师也提醒 只要孩童感冒发高烧 出现骚抓耳朵 还有听不见呼叫等情况 就要尽速就医 家长细心观察配可医疗 才能够避免家中小宝贝 染上中耳炎这个幼儿国民病 周年新闻林东民胡佳珍 台北三文报道